离开天山血坛后,萧妍的修炼速度究竟有多恐怖? 禁令凤庆儿道心破碎,在天山血坛中萧妍得到了巨大好处。 她不仅晋升为一星斗宗,连三千雷幻生分身,与天火尊哲也受益匪浅。 那么在此之后,萧妍的修炼速度有多惊人,以至于连凤庆儿道心尽碎。 萧妍从天山血坛出来后,立刻奔赴四方阁大会,与凤庆儿进行了首次对决。 她仅用一招三座火莲便击败了凤庆儿,凤庆儿虽败,但心中难以咽下这口气。 这不仅关乎风雷阁的颜面,更关乎她天妖皇族的血脉传承。 在战斗中,她明显感受到了妖皇精血,对她的血脉召唤,这意味着萧妍身上有她天妖皇族的精血。 对凤庆儿来说,这几滴精血比任何宝物都珍贵。 要知道凤庆儿虽为中州添骄,但在天妖皇族中只是无名旁戏, 因其血脉不纯,始终未获族中大能认可,故被送至风雷阁,接受远训于天妖皇族的传承。 风雷阁阁主仅斗尊实力,而天妖皇族长则是五星斗胜强者,族中的斗尊强者更是数不胜数。 所以说凤庆儿进风雷阁,实乃一种羞辱。 多年来,她努力修炼,预想成为天妖皇族核心成员,但由于血脉太弱,一直困扰着凤庆儿。 此时凤庆儿在硝烟身上,感受到了妖皇精血的召唤,这是她翻身的绝佳机会,能助她一跃成为强者。 她向硝烟逼问,想找到精血的踪迹,但硝烟装作不知。 凤庆儿愤怒,拉来雷尊者帮忙,想逼硝烟交出精血。 然而,硝烟早有准备,用一伙隔绝了精血与凤庆儿的联系。 凤庆儿再怎么仔细,也找不到精血。 最后,她只能听从雷尊者的安排,就此作罢。 但凤庆儿对硝烟的恨意,却是愈发浓重,只能将此事记在心中,待她日相遇时,再报金日大仇。 在这之后,硝烟修炼速度只能用恐怖来形容,她首先用一火炼化魔毒斑,半年内突破至四星斗宗。 之后,她在丹玉炼化了三千叶炎火,迅速使她达到九星斗宗,据斗尊锦一步之遥。 在营救药老时,她强行融合一朵四色火莲,虽身受重创,但在她体内那枚阴阳玄龙丹的作用下,轻松驻她突破了斗尊境界。 要知道,此时的硝烟距离她来中州也不过三年而已,仅仅三年时间,她便从八星斗宝一路突破到斗尊。 这等天赋无论放到那个势里,都足以碾压同辈中的所有天骄。 然而这还不是萧炼的极限,当她复国要老后,要老解除了古灵冷火的最后一层封印,萧炼将之炼化成功,突破到了四星斗尊。 在龙岛帮紫炎炼化龙皇本源过,紫炼又送她了一股龙皇之力,助萧炼成功晋级五星斗尊。 天幕之内,萧炼成功与自己的先祖萧璇相认,萧璇将萧家仅存斗滴血脉,融入到萧炼体内,并将真正的天火三旋变息术传给萧炼。 此时,萧炼已突破八星斗尊,战力更是能够匹敌斗胜强者,而距离她出来中州。 也仅仅只有五年时间,二十多岁的八星斗尊,即便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,都是奇迹般的存在。 而凤庆尔,虽成就九星斗尊之名,但这荣耀的背后,却是天妖皇一族用秘法换骨的残酷代价。 那秘法实施时,她承受着难以言语的痛苦,而更令她绝望的是,这秘法虽提升了她的实力,但却让她永远止步于斗尊之境,再无更进一步的可能。 相比之下,萧炼的成就却如日中天,其余连连,终成斗地强者。 这样的对比,让凤庆尔的道心,在萧炼的光芒下彻底崩溃。